6分钟什么前一戏都不够 这是很年轻人的说法 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名字是编号1G01EGO EGO是老鹰的意思 那其实它是KO了官方MP52天王星的一款产品 用EGO用老鹰这个名字来命名 我觉得有点意思 它跟先前的纯KO版不一样 从包装盒就不同 它的一个包装盒是一个黑底 然后银色的这个字体 然后它的一个内容物的话呢 目前如果我是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天王星配色的话呢 它大概官方有的配件它都有 但是呢它有一些小问题 那配件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先对比一下跟原本的模具 基本上没有什么改模 配色的话呢 原本的模具正版模具的一个灰色 它是有一点反光 有一点油亮的感觉 但是一格的话呢 则暗了一些稍微 应该说略为消光了一些 还是会反光 但是两者 你这样一对比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反光的光泽都是不一样 摸起来也不同啊 这个感觉官方的版本就像16岁的 16岁的这个 那个一样 然后这个 就感觉 应该说以君武来说啊 以票汉的感觉来说啊 这个配色我反而觉得是比较OK 比较好看 那以做工来讲的话呢 我就不得不提啊 它的这个组合啊 密合的时候啊 是需要相当大程度的去调整的啊 甚至是有一些痛苦的一个调整 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呢 在变形这个家伙的时候呢 会花我那么多的时间 而现在市场上呢 除了天王星配色之外 它的这个 今天的配色也已经问世 那以两者来说的话呢 做工来说 今天的这个 做工的话是更加的不优秀 以手上这一款的话 这个布景 我这样子去推它 它是不会动的 稍微用一点力 去拍它是不会动的 它是不会动的 但是今天的配色这一款的话呢 两边都是松的 非常的松 你怎么样扣紧都是松的 怎么样碰它都是松的 而我的正板的话呢 则是一边 一边是紧的 这边是松的啊 这个真的是 让人家很迷的一个 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以整个密合度来讲的话呢 金天雷的话呢 在后方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的位置啊 在这个 这里由下往上扣还好 由上往下扣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是简直是 要这个 这到哪去啊 在这一代 这个卡扣的话呢 我有稍微做一点扩孔 不然它根本是扣不进去的啊 根本是扣不进去的 所以说 如果你要以这个 这个公差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 不管是哪一个配色 这两个的话呢 跟正板相比 都是有一定 一定程度上的落差的 特别是如果你还有强迫症 你需要把它变到 很平整的话呢 那会是非常非常需要调整 会花你很多的时间 去做这么样的一个调整的 不过呢 尽管它的一个变形呢 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顺手 飞机的形态 其实跟正板的一个相似度 如果你尽量去变到位的话 其实也相差不少了 但是它的一个人形的话呢 确实会让你完结的很舒服的 我直接在这边 先告诉各位结论 就是说 如果你是288的人民币 就换成台币 1000出头买到它的话 我不敢说这个东西物超所值 但是它应该是物有所值的 那我们的话呢 也就趁此机会的话呢 给大家呢 做一下MP52 这个膜的变形啊 那我们用EGO的这一款 原色版本来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变形分享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侧翼的这个地方啊 跟后腿的这个组合 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呢 把它给松开来 在这个地方 上下都有 这是下卡扣 上卡扣在这里 我们把它给掰开来 这个地方啊 它本身的话呢 很难扣 那因为我都有做一点 小小的扩孔 所以它就会比较好扣下去 扣下去之后还是比较偏紧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腿给变完好了 这个上半步就到这 腿的话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简单啊 这个地方两腿打开 然后腿先把它给拉伸 拉出来 然后这个部件先翻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往回扣啊 这里有一个图跟到的一个结合 你就这样 它会卡住 这样就行了 这个面板的话呢 把它往外侧翻出来 那翻出来 这个地方膝盖这个板子 是要往前面推 如果你变成飞机的时候呢 忘了推 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步骤啊 这个地方转180度 不对 转到这一侧来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做一个翻折上去之后 做一个部件的一个翻转 这个地方 做一个部件内外的一个翻转 翻折进去之后 这个翅膀的话呢 是把它给折成这样 把它缩到体积最小 然后是以鞋朝上 就是说这个面跟这个面朝同一个方向的情况下 塞到内部去 它从这个地方呢 里头的空间呢 是刚好可以把这个部分呢 给塞进去的啊 我们把这个腿完全打正的情况下 往内放进去 它有一个斜斜的角度 是刚好可以放进去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那么这一侧的腿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小心陷进去了 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给摆出来 这里有一个凸跟刀的一个结合 记得把它给扣上 一并的扣上 这里扣上 那这里也要记得 把它给扣上 那么这一侧的腿的话呢 就算OK了啊 另外一边的话呢 我们也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 腿整个给拿出来 这个部件呢 往外翻出来 这个点往后 卡扣上 这个部件 把它给翻出来啊 因为我这个地方 已经往前推了 所以这个部件 可以直接翻出来 那我们这个部件往上翻 先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折 再把这个部件 给缩到一个最小 然后呢 朝上方 这里 朝上方这个方向 这边啊 是朝上的方向 从这个地方对准这个 这个空洞处对准一下 斜下一个角度啊 这样子 斜放进去啊 斜放进去 就可以顺利的把它给进行一个收纳了 这边 把它给放进去 好 放进去了 然后放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地方 记得扣 还有这个地方 下上 这里啊 也是要记得扣上的 这边 好 那么它的两条腿部的变形呢 就算OK了 再来它的上半身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两侧这个地方给松开来 这里有个按扣 把它给松开 然后整个翅膀的话呢 就可以往上面折起来了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手臂啊 也先给解放出来 这个地方拉开 手臂的话呢 把它先翻出去 从这里往外 转出去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 打开 往外 转出去 转出去之后的话呢 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先把它给处理一下好了啊 这个手臂啊 这个胳膊的话呢 这里 这个部件 是可以把它给转上来 到这边 然后呢 把它给扣上去 从这里 先把这个地方扣好 再把这个地方往上面 它会锁定进去 先把手这个地方给锁起来好了 这个地方转过来 这里扣上 然后再往上这里 它会直接卡进去 这个不用担心 从这里 直接的把它给 给咬和咬进去 从这个地方 扣进去了 然后手臂的话呢 如果行的话吧 如果你转的够出来的话 我们把它往前面 这里往前面 推这个角度 方便我们做怎么样呢 做这个部件 整个的做一个翻折 主要是要闪这个部件了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把它往前面 斜推一个角度之后 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转过来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先把这个身体的话呢 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处理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 给翻出来 这里 有一块部件 这个部件 往外翻 这里 另外一侧也是要往上翻 那里的话 有个部件要翻出来 但是翻出来的时候呢 这一块 这里会形成一个干涉 这里也会 这里会干涉 这个部件翻出来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把身体 整个这样子 给打正之后 在这个角度的情况下呢 它就可以顺利的 把它给翻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身体的部分呢 内部呢 给弄空 弄空的目的呢 是等一下要做一个 这个头啊 由这里伸到前方的一个做 的一个一个一个动作 看上去非常凌乱 但是呢 也不用特别慌张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呢 就是把飞机的头呢 给前后做一个翻转 这个部件呢 先旋转180度到这边 飞机头的转换呢 可能是它的变形里头的话呢 第一次掰的时候呢 会比较搞不清楚的 先把这个驾驶舱给打开 你只要稍微捏着这个地方 往下面一搓 把这个地方 主要是把这个地方给搓开来 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顺势的把它往下面 这里提一下 就把它往下翻下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这个驾驶舱的话呢 要把它给往前面推进去啊 因为待会会有一个翻转 翻上来 你如果驾驶舱不推进去的话呢 将无法完成这个翻转 然后这两片部件的话呢 往上面抬起来 再来飞机的这个里头 有雷达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把它做顺时 先扣起来好了 这样比较好转 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翻转 然后往上面推上去 简单说 就把整个飞机头 给做一个缩短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的话呢 这是人形的一个正面嘛 然后人形的头呢 在这里 那么呢从飞机变成人的时候 头是从这里 从这里上来 不要不要这边过来 要从这边过来啊 那我们翻的时候呢 就是小心的 也不用很小心啊 这一款 Ego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胶啊什么的 其实虽然做功能 没有说很精细 但是它正是还蛮蛮耐得住掰的 这个这个的飞机 这个这个 这个Ego的这个头啊 它两侧的耳朵是有弹簧的 你稍微去调整一下 推一下捏一下 就可以把它从这个地方 给钻出来 然后顺势的往前面 推到前方去 好了 推到前方去之后 往上顶一下 往上顶一下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头的话 已经到前方来了 头到前方来之后的话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身体的部件啊 把它给往下面 戳一下 然后背包的话呢 一样啊 我们先把它给往这里 这里 原本的这个飞机舱的这个部分 把它往内推 推到最里面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它这里啊 会多了一个转轴 它这里 我们刚推过来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直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转折 转下来 然后呢 顺势的 把这个其他部件 都给塞到肚子里头去 然后呢 这两片呢 就刚刚这个机 飞机头两侧 有两个往上 折90度的这两个部件 这个时候把它给摁下去 到这里 好 那么呢 暂时到这边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整个背包的部分呢 已经算是整理的差不多 不对 不是背包 应该说飞机头的部分 已经整理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整理这个翅膀的这个部分 翅膀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水边轨翼 收到这个大的这个侧边的 这个翅膀里头 那去怎么做的话呢 这个小肩肩这个部分呢 先扣进去 我们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折90度先折上来 先折到这边 我们先把这 你把那地方折上来之后呢 这里这个凸就会冒出来 就可以跟它做一个结合 扣上去 这个部件往下压到这里就行了 逐渐的呢 把它给整理出来 这边 这个部件推到这里来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好 把它给压上去 扣上 没有对到位 对 OK 然后这个地方再把它给打水平 到这里 好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侧边 这个翅膀的这个地方给打开 好 把它给翻开来 翻开来之后呢 先把这个 这个扰流的这个 扰流板还是什么 先把它给翻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它这里啊 这一块 这一块是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 部件先推进去 然后呢 这个双动关节 给整个给推下来 整个推下来 不对 我们先把后面这里整理好好了 这里可以先扣起来 这样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好 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 它这里的话呢 就是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 折一折之后 这里有个洞 这里有个凸 然后对应它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好 这里应该是先可以 先可以扣起来 然后这个板就可以往下放 先到这里 好 不要妨碍到我们好了 我们这样比较好说明 这个部分 然后它往下放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部分 旋转180度 然后呢 把它给塞到 这个大的翅膀里头 然后塞进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把它给压水平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 收进来之后 这里 有一个双动关节 往外 做个简单的小调节之后 再往上扣进来 这里有一个 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可以把它给扣进去 好 如果你发现 这个地方不好扣的话呢 你可以去调整 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缝吗 你可以调节这个缝啊 去调节这个蓝色的 水平的这个尾翼 然后去跟这个 大的这个翅膀呢 做一个结合啊 这是它主要的 变形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地方 这个双动关节 整个的往外翻出来 然后扰流板 先收进来 好 这个部件啊 这个这一块双动关节 先整个的给往下打 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呢 这里尽量把它给打平 然后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转到这一侧 因为我们要收到这里嘛 那你发现形状不对嘛 那就再转一个180度 啊 这样子的话 其实不用特别去死计啊 就大家这样看一下 也就知道了啊 然后这里 两侧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 相对应的一个位置 我提过了 可以利用这里的一个 多重关节呢 去做一个调整 把它给扣上 好的 这个时候呢 还没还没完全 哎扣伤了啊 到这边 然后这整个翅膀啊 这里 这里有一个地方 小松脱了 这里没扣到 这里有个卡扣 这应该一开始就要扣的 但是一开始 我可能没扣到位 好扣进去了 另外一侧已经扣到了 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背包啊 已经完全的一个定位定住了 那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 人形的一个前方 最后的话呢 这个拳头要记得给翻出来 以及呢 这个啊 这个地方 它是往后面 退回去之后 它这里是有一个一样 有个凸根啊 要记得强 这个地方要很用力扣啊 才能够扣得到位 有时候的话 还不一定扣得到位啊 扣整个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 这边比较好扣 整个扣进去 然后的话 你往前面推一点 这里有一个小凹槽 这边也是一样 有个小凹槽 把它给扣进去 咬合进去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觉得并不是说很稳固了 有时候碰一下 掰一下 它就会松脱掉了 最后就是把它的拳头给翻出来 我们的这一款EGO的一个变形了 就算OK了 那不管是这个天 不对 今天的配色 还是这一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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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swing配色 这个部分啊 都比较容易掉出来 因为它手也比较紧 有时候转的时候呢 一个不小心 这个没有打 这个 锚钉的这个部分呢 就会去松脱啊 这个已经不下数次了 这个地方 而且它这个拳头啊 转的时候呢 非常的紧 所以我有上一些这个细油啊 或者叫做龟油 在上面 那我们这一款 这个 记得把这个孔洞啊 转到外侧 到这边 这一款EGO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基本上也就算完成了啊 那么最后 看到这个武器啊 没有想到这一集的话呢 还是录了这么久的时间啊 录了这么久的时间 上一集 那个节目只录了 录了六分钟 有人跟我说 六分钟 连前夕都不够 如果 有这种观念的话 就不正确啊 如果说这个 有什么 六分钟 什么前夕都不够 这是很 就是很年轻人的说法了啊 像我们这把年纪 你就知道啊 有时候 紧急状况了 如果两三分钟 能够把它解决掉 这个比你拖一个小时呢 是 还要再更生一筹的哦 来看到它一个人形状态啊 首先 天王星配色的话呢 才有附这把枪 还有配件它是比较完整的 Thunder Cracker的配色的话呢 这个里头的套组呢 缺了一些配件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取舍一下 那因为我自己的话呢 没有这一款的正版 所以对于它的一些 细节上有什么不同 配色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就无从比较了 但单是以这一款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的一个 这个蓝色 看上去还是挺舒服的啊 而且这个关节啊 什么的表现 真的算非常可以了 那我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啊 机器人的这个玩具呢 这里如果有齿轮关节 整个质感的提升呢 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非常的赞哦 整个玩具的话 除了这个拳头呢 过于紧啊 转的时候呢 需要去捏住 小臂啊 才能够做一个转动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之外 在人形状态下呢 顶多吧 顶多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 背后这个地方啊 扣的呢 不是很紧 比较容易去松脱啊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啊 其他的话呢 我可以说 这个人形状态下 真的是没有什么 很大的毛病啊 以它的价位来说 你如果说只买 这个人形回来 战施也好 或者是拿来 其实以机器人的状态下呢 你这样拿来起来 这样子玩啊 什么掰着的啊 它都没有什么 很大的问题了啊 我个人觉得 你完全可以冲着 它的一个人形状态来买 而且确实玩起来的话呢 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手感 那主要的一个毛病 就是在它变形的当中呢 有一些公差呢 算的不是说非常的精准啊 你可能在最后组合 密合的时候呢 是相当痛苦的 那其他的话 一些小毛病呢 刚节目里头 已经都给各位 做一个展示了啊 本身啊 本身官方的模具 下去KO的 它的变形设计 一定是非常有趣 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那至于它密合 成飞机之后的状态 你能不能满意 这个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毕竟这个价格呢 真的是摆在那边啊 我不敢说它物超所值 但是它应该是物有所值了 那今天就给各位 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